坐扶手电梯何时都要小心 但遇到以下这个情况 似乎多小心都难免意外发生 三月中,我家里有个两岁的小朋友 跟工人姐姐在买菜回家的途中 乘搭了商场的扶手电梯 往上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突然间有急停的情况 小朋友就跌倒 当时坐电梯的时候 知不知道工人姐姐是抱着小朋友 还是拖着小朋友 拖着她的 另外,她进入买菜 所以也拿着一些菜 不是抱得很高,不是 陈生和太太收到街坊的电话 就立即趕到商场 把小孩送到急症室诊治 有街坊协助联络我们 说电梯问题,小朋友受伤 但据我所知 没有其他有很大的受伤情况 可能是碰伤、拆伤 但很快其他街坊都离开了 医生看到的伤口是大的 所以他们判断 都要即时去联针 手术过程看到是一些 撞击而出现的伤口 估计应该是撞到电梯的 很硬的位置 所以整个嘴角的上唇部门爆了 事件发生到现在 已经过了三个月 陈生一直都跟商场保持联络 不过刚才收到商场的回复 而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商场开头没有那么快找到原因 他只不过是跟我们说 把这件事情转交公正行去处理 最后就要六月才收到他的回复 正式就是说 其实扶修电梯急停不是基建问题 是因为有其他使用者 可能不小心碰触到一个 就是说是干扰到 他们用了字眼叫干扰 到那个紧急停止的制 所以导致相关意外 并非商场的责任 那个紧急停止制 它就是位于扶手电梯的下方 而它的设计是 特别是隐藏式套进去的 目测都有几cm的 除非是刻意用手指去复 否则似乎很难做到干扰的情况 我们向有关商场的管理公司查询过 回复说扶手电梯突然杀停的原因 是因为有移物在梯级的空隙 所以触发安全装置启动 也就事件向基电工程署 提交了事故通知书 管理公司会继续向家属提供协助 并跟保险公司跟进事件